心动大未来帮您找钱来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持人院小婉 今天新闻一开始要带您看看 一提到了铝制品 很多人只会联想到铝门窗 但其实这几年来 不少的产业都追求在轻量化 跟高强度的材质上 这个时候就是铝制品要出头天了 铝合金它的比重 虽然比钢铁来得轻 但是它的强度可一点都不会输 所以不少产业就开始选择 跟铝制品来做结合 像是玩具枪 就跟铝产业合作 以前要花三个小时的加工 现在竟然只要五秒钟 就可以解决了 而台湾这家铝合金的龙头大厂 原本是做家用的铝门窗起家 后来也转向跟汽机车 还有半导体来进行合作 到底铝制品跟半导体产业 可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一起来看看 玩具枪跟我们旅产业呢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密切的关系 不外乎就是我们在这个枪枝设计上面的一个三大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质量清高强度 以及可说性高的一个条件下 产品设计出来之后呢 带给我们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功效 那进而可以帮助到我们未来再开发我们的电动车零件 自行车零件 汽车零件等等 他是詹俊逸国内关键铝合金厂第三代 擅长从不同产业中寻找铝合金的形商机 像玩具枪制成中会用到的锻造技术 就是缩短弓箭制作时间的方法之一 锻造的优点呢 主要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铝合金材料呢 从以往的传统加工 然后一次成型到我们所要的产品的形状 那以往加工到这种形状的话呢 如果用传统CNC machine的话 可能要花费两到三个小时进行加工 如果我们使用锻造的话 可以像后面这样子 一下子五秒钟就可以解决 铝合金的特性呢 第一个它的比重比钢铁材料还来得轻 强度也不输钢铁材料 所以在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些重要的重点的核心零件 已经逐步的太万为铝合金的材料 铝合金能逐步成为重要金属 除环保回收率较高外 制成优化也是受众是关键 像这一颗颗裁切好的铝钉 要变成具有多角度与线条的弓箭 过往都是属于高精密加工范畴 但透过锻造技术 制作时间缩短耐用度提高 成功让铝合金弓箭进入汽机车零件供应链 重机产业从传统加工的部分 像它的刹车油杯 以及到它的刹车卡钱的部分 都建议改使用铝合金具有高强度的一个 并且轻量化的一个材料 台湾铝合金龙头大厂 不光是将目标锁定在新一代汽机车产业 靠着精密加工能力 也已经打进国内外半导体厂 成为重要合作对象 半导体里面的滑轨一些设备的周边 其实都是需要我们铝的结构材 在台湾的这种产线的组合 以前分工很细 所以可能要四五个厂 四五家公司来完成这个半成品 它注重的是表面铝合金 那你四五个厂去做这个产品 会有表面碰擦伤严重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公司不会有这个问题 轨道擦伤为何会引发严重问题 主因是半导体厂的无城市 对环境要求非常严苛 轨道上任何刮伤 都有可能让设备运行不顺畅 最终导致产品量率降低 台长滑轨制造实力 能够获得国际肯定 让设备订单能见度 预估三到五年不成问题 中间转折 其实要从原始股东退股 开始说起 大概不良率都在10%以内 民国70年代 现任企业董事长詹萱林的父亲 在朋友推荐下投资铝产业 初期搭上台湾建安热潮 同时凭借厂内自建的风雨实验室 大幅缩短送件时间 产品市占率稳定成长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本评估会有几年熔景的建筑订单 因为产品技术性不高 太多人同时加入竞争 蓝海瞬间变色成价格战的红海 获利不稳导致股东有不满意见 差不多有五成以上都是建筑材料的 那这种材料在台湾市场来讲的话 它竞争力满竞争的 这个比较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市场价格竞争的销价的很厉害 差不多一百年之前的时候 其实包围的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另外一个股东就主动要退出 生意难做不止让股东想退出 内部对于未来方向也有不同看法 难以凝聚站立 像防水捋门窗刚进入市场时 为了避免生锈都会做阳极处理 让外观只能呈现金属颜色 虽然单调 但消费者还是愿意买单 只是当客制化成为趋势后 有多种颜色选择的烤漆 慢慢取代金属防锈的阳极处理制成 两种不同技术 研发及采购资金分配成为争论焦点 对于坚持要以阳极处理为主 詹勋国表示 金属防锈确实有很多方法 阳极处理只是其中之一 但考虑到防锈磨层的厚度 只有阳极处理最薄 以微米为单位 对精密加工帮助最大 所以不能只看颜色带来的好处 要有前瞻性 至于要如何挽救色彩上 先天不足的发展瓶颈 现在因为很多工业 都是要二次加工三次加工 所以这条路如果我们要有续经营 务必要同意 二代两兄弟转换思路 评估后发现 既然已经看好阳极处理 何不将其他加工程序 像是切割CNC与锻造一并整合 跳脱消费性市场限制 全新流水线绝对能找到不同商机 我们是原料的所源头 都是拿到外面去给客户代工 后来我们就有说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来当客户服务这一块 几型 阳极 CNC锻造 如果说一贯作业的话 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现在很少 少见自然有吸引力 尤其是当台厂将目标锁定在工业用途时 铝合金优势加上一条龙制成的 价格竞争力与时效性 业绩与获新高 以当年靠铝门窗创造延收的时期 年营业额大约是在1亿至1亿5000万之间 转型之后 营业额已倍数成长 成功让企业上市 打造不一样的经营环境 其实我们的铝的用途很多 很广大 当然我们都是客户化的东西 去年我们达到 全年21亿5亿的总营业量 从家用铝门窗起家 发展成半导体产业重要供应链 台湾铝合金厂 用不同组合打造出最强大战力 而台湾不光是制协王国 同时也是全球前三大协机制造国 能有这么样的好成绩 一家成立40多年的在地品牌 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他们靠着自身研发实力 挺过了许多危机 同时也让不少企业有了参考依据 但是站完脚步还不够 要得留住人才才是重点 因此这家公司特别着重在 培养人才上 还有留住研发人才 这家在地品牌明文规定 家族的股份不可以任意的转让 那么其中六成是要拿来当作 员工的额外分红的 所以长期下来 公司的人员流动率 自然就大幅下降 每年还可以推出六种新机台 根据体育史广计 国人运动消费行为中 个人装备花费最多 每年光是运动鞋支出总金额 上看108亿大关 全球市场规模超过5兆台币 鞋制品广受欢迎 连带拉台制鞋机具销量 像台湾经过40多年努力 在全球市场中目前已经是前三大鞋机制造国 仅次于德国和意大利 那像我们开发的三色鱼鞋机 那它是圆盘上面含模具加钱 就超过20吨那么重的一个重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设计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盘的机构 能够让它快速的一个旋转 而且能够精确的一个定位 目前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家可以做 两家在欧洲 一家就是在台湾 但其实在创造亮眼成绩之前 台湾鞋机产业遭遇过重创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靠低价强势的对岸崛起之后 双重压力让当时许多设备商被迫倒闭 或是外移求生存 留下来的商家数不到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面对恶劣的大环境 曾经开发出全国第一台 双色鞋底射出机的黄凤雯团队认为 在自家订单都暴跌 剩下不到三成的情况下 要让MIT商机再起 一定要有全新的避基点 意大利展进来的对岸崛起来 这个合作案很重要 有可能是台湾史上邪机 第一次跟意大利公司合作 这一台是我们在1999年 跟意大利合作 全球第一台的这个原型机 我们从保留到现在 它的特色就是 下面四根油压缸 能够独立夹磨 节省换磨的时间 至少一台机器下来两个钟头 制程加快提升获利空间 新机台一问式 立刻获得市场回响 相关营业额连续三年 以五倍数成长 成功替台湾产业打开新局面 回顾当年的制胜经验 团队分析自我研发能力 是扭转颓势的重要关键 在早期台湾的同业 可能是去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透过一些参访或是什么样的 一个展览的形式 去得知一些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用可能比较仿制的方式 来生产类似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我们过去 过去每一年都会去意大利参展 每一次我们都会去展出 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产品 当他们想要到亚洲来 寻求一个合作伙伴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刚 那这一个合作呢 也是带领了整个台湾协计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 专注研发 促成大型合作案 当东南亚逐渐成为重点品牌 主要生产基地时 许多畅销制协机 反而打不进这些市场 深入了解后才发现 当地工厂产线 几乎都是由女性作业员负责 初期引进的机台 都因为设计问题 不受买家青睐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 负载非常粗重的工作 譬如说把模子从模子里面 拉出来然后打开 撬开 这些非常粗重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配合一些品牌 跟鞋长的需求 我们规划了一个非常自动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机台 让女性的员工 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操作机台 机台轻量化 精简操作步骤 加快生产速度 台湾研发的新鞋机 获得当地市场肯定 进军东南亚的经验 让黄凤如团队确认 设计产品不能闭门造居 人才培育必须要有全新思维 于是当具有机械专长的企业二代 一进入公司 团队反而决定 必须先从业务服务端做起 直接面对客户需求 并且实际体验终端产品的优缺点 一般的运动鞋跟高尔夫鞋 有什么差别 高尔夫鞋底部会有冰箱 了解客户痛点 纳入机台设计计划 这样才能确保MIT鞋基具有竞争力 以传统的这种中底来讲 他们为了要更有弹性跟轻量化 所以其实都会加了很多这种发炮剂 在五年前花了五年的这种时间 来去研究如何有效地去取代 传统的这种发炮剂添加的一个制程 所以最后其实我们找到了这种解决方案 用氮气的一个超龄界注入到模具里面 然后来去做物理性的这种发炮 包括我们美国的品牌科物 跟德国的这种品牌科物 其实他们都非常地有兴趣 不光是改变企业传统运作模式 让研发发挥最大战力 近几年从半导体到传产机械业 大家都在抢人 为了要留住员工 黄凤雾团队特别从公司结构着手 确保员工红利来源 不受人为因素而有所起伏 以前的话我们员工的红利是 每年的盈余会有15%拿出来给员工分红 那在那个年代啊 其实最高的时候 有的员工他拿到的红利 比他一整年拿到的薪水还要多 对 那但是在这几年我们发现说 其实15%不够 不然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的股份 拿出来分 把我们原本个人持有股权的部分 转移到必锁型的控股公司 然后会有一个家族宪法 来去做一个维持营运的一个原则 黄沛斯解释 把公司形态调整为必锁型控股公司 用意是将家族股份 无法轻易变更 维持一定比例 同时将家族股份红利 以白纸黑字方式明定用途 避免有心人任意挪用 这些多重保障 就是要确保员工的额外红利 不会是昙花一现 再来看到我们台湾的朋友 不仅喜欢吃虾 过去台湾还曾经是养虾大国呢 根据渔业署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 1989年台湾虾的一个产量 一度是高达9.9万吨 当时占了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 但是后来呢 其实不抵几气候 还有病毒的污染 造成产量连年下降 从1989年之后 先过了十年 到了1999年 产量只剩下3.5万吨了 后来来到了2009年 只剩下2.8万吨 那由于台湾虾的产量逐年下滑 以白虾来讲 台湾民众非常喜欢吃白虾 但是台湾白虾的产量 又严重不足 有高达9成 都需要仰赖从国外进口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 这位海洋大学 机电学系毕业的于万周 他就把学生时代所学来的 水质知识 用到了水产养殖上 结果他的团队养出来的虾 单位面积不但超出了 传统养殖的20倍 还导入了AI科技 鲜活的白虾展现旺盛活动力 甲壳上还透出透明水晶般的光泽 只见工作人员大王一楼 经过各把月的养成 终于准备收成 这个大小差不多13公分 像这一只虾的话 它体色会比较深一点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有胃特资的饰料 所以它体色会比较深 他们选择不使用抗生素 而是让白虾从小吃乙生菌 除此之外 导入AI科技 进行自动化监测 精准养蝦 是台湾目前首建的 科技白虾专养场 我们导入的设备 大概有一些是 监测类的 比如说像水质 影像 或是一些水位 这种概念 那还有作动类的 投耳机 投一些 我们需要用的益生菌 这些东西 以平均来说 传统养殖的虾场 存活率大约落在 40%到50% 但它们却能往上拉高产能 提升至70%到80% 传统有太多的综合因素 导致它的死亡 比如说苗的筛选 环境的问题 水源的问题 人员管理的问题 还有密度 还有它养殖的模式 是在室外还是在室内 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结果 室外的养殖 如果是混合性养殖的话 大概有 单位面积 大概差不多20倍的产量 而这些刚捞起的 活跳跳仙虾 进行冰镇保鲜 按照大小分类 再挑出格外品 依着品项分门别类 送往不同通路 基本上大的虾的话 我们都会上一些 游戏超商 或是我们自己官网通路 都蛮受欢迎的 那比较小的通路的话 通常就是一些餐厅 我们可能再小一点的 会把它拿去做成加工品 例如说做成虾浆 或是做成虾仁丸之类的 传统如果养到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也大概就是四成五成左右 那我们的话基本上五六成算是基本的 那我们以前也曾经养到七八成左右的收成路 因为去年我们的后面的厂还在建制中 所以还没有厂能全开 但现在厂能全开的状况之下 我们目前这个厂平均来讲 厂能可以达到正常的状况 大概会100公吨左右 这一轮多大 差不多16到20 这样太瘦了 侠着可以稳定量产的优势 这个年轻养蝦团队2017年成军 在这短短几年间 就拿下各大连锁通路订单 那蝦子它量那个蝦子长度 就可以换算成它的重量 对着萤幕仔细检视回传而来的资料 它逊于万州 领军组成这一队青年养蝦军 靠着这一套监测系统成功突围 核心的差别当然就是在水质监测上面 我们也可以测别人不能测的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又是很重要 比如说像是氨氮 氧硝酸盐 这些有毒的营养盐 这个是一般在做水质养食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也要监控的参数 其他的竞争对手们不太能够测 这些他们可能就是测一些基本的参数 比如说像农氧TH温度这样 那是一个技术的突破 然后我们也有申请一些发明专利 想要利用科技力带动养蝦实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 全球75%的养蝦户都属于中小农 碍于养殖成本以及厂主 逐渐高龄化 因此难以进行产业升级 要做很多的预测 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 机器它其实有时候累积久了 它会超越过人类的判断 尤其有时候我们 我们可能一天只能寻一次两次 那机器一天可以寻十次二十次 所以说它看到更多细微的变化 可以更及早去做预测 而毕业于海洋大学 机电学系的余万中 硕士期间就跟着教授 做水质监测研究 就以这个作为创业起点 切入水产养殖 我们在17年在做推广的时候 其实是蛮辛苦的 因为大部分的养殖户 从事农业的养殖户 很多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 那他们对于这种新时代的产品 IoT这个事情 你可能就要跟他讲非常非常久 可是他们很多也不习惯说 他们的田间管理跟手机 是绑在一起的 机械背景出身的他 过去没有任何养殖经验 余万中与他的团队 前前后后花了两三年时间 投了1.3亿元 进行这一场虾的大型实验 一定要亲自下去 就是一定要 有太多的东西是课本上没有教的 太多细节 那你只有自己去做测试 你观察到世界的状况 虾子死掉了或是活了 有它成长速度的 这些东西你自己亲手在现场 这样去摸 你才有办法动 从零收成到创造高收获 养蝦不再如同过去一般 与天不合生机 而是利用科技力 突破养蝦困境 当然是通路现在很多 都是希望打游击 那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就算连生产游击的路线 或生产这种无毒的路线 我的成本都可以像国外一样 这样子 我们快要接近了 如果你没有自动化的话 大概差两倍吧 智慧系统监控水质 自动换水增养 降低劳力密集程度 养蝦自动化 成功用AI翻转传统养殖业 而夏天的天气很热 很多人家里头的床垫或沙发上 可能都会铺上所谓的竹席 来调整温度 达到降温的效果 今天我们的镜头要跟您介绍 这家全台湾唯一仅存的竹席工厂 新鲜的竹材 还得要历经过好几个程序 包括了要挑选 要碳化 要编织 要粘合 总共有将近十个步骤 才能够做成竹席 这个过程非常费工 还迈到了全台湾各大量饭通路 并且外销到日本 并且外销到日本 肉大的百平场区堆着一座座比人还要高的竹材 不同角落的师傅们被赋予各自任务 要替这些竹子进行改造计划 先淘汰不良品 再依颜色深浅 替竹材分门别类 不只靠眼力 还有经验累积 这几位师傅可都有超过十年的经历 加热到130度 到130度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要跟它闷 再闷两个小时 这个跟染色不一样 就是它里面都会变色 外头动辄30多度的天气 这些竹子还得在烤炉内经过百度高温炼玉 除了染色之外 也能避免重铸危机 出塞过后的竹材还得一根根排排站 透过特制的机器代劳 编织成一大片的长方形 这就是所谓的竹席 后续还得经过粘合热压定型 人工加上机械打磨去毛边 还得上亮光漆以防煤等等步骤 现在这个还好 以前日本那个尺寸又大 那个261公分成261公分 那个一个差不多快20公斤 一床竹席从无到有 约目有十个流程 镜头带您到彰化鹿港 这是全台唯一仅存的竹席工厂 以前生意真的很好 以前那个要怎样讲 鹿港这边大大小小 包括代工的那个有180几家 每一个人做的东西一做出来 人家就卖走 做出来都卖走 做到要回家 太阳已经出来了 年进古稀的图清稀 回想民国七零年代的全盛时期 毛路边总是晒满着竹条 夜已近日有赶不完的订单 就连吹毛球司的日本客也找上门 他讲究就是说 你的竹子一定要立秋以后那个竹子 它很贵嘛 因为他说春天那个竹子 它在成长那个很 那个要怎样 它那个质地比较松软 比较不好 即便要求严谨 但勇于挑战的图清稀 成功征服了日本客户 打进国际市场 客户遍及海内外反馈多 更催生出了独一无二的作品 刚好有一个日本人 他拿了一个无线的主席 他是用手工连的 他来台湾就叫我们看 能不能开花那个东西 那个机器总共改了三代 才做出来 传统的主席容易夹肉夹头发 在顾客建议下投入研发无限竹席 该怎么把竹条粘在一起 图清晰设了多种方式 最终选择了热熔焦 只是热熔焦种类又有上千种 哪种最适合 经过反复测试裁定案 最终花了三年才开发完成 独步盛场的天河技术 甚至申请了专利 原以为事业要再创一波高峰 紧接着确是红色供应链来袭 民国八十几年就外移文 移到中国大陆去做 那更惨 我们一条席子卖到当时22块的时候 开始到中国大陆 抵不顾成本压力 同业纷纷蹊径 产业逐渐没落 图清晰 坚持MIT咬牙苦撑 力拼差异化突围 由于主席淡忘记分明 到了冬天几乎成了闲置期 他们就以竹材当作出发点 做成了榻榻米竹地板碧材等等 不再受到季节限制 更能扩大客群 经营层面的多元化 二代图博明是幕后推手 时代的改变这个东西 销量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那加上就是网购盛行的时代 那我们就是试着说 从以前直接接触中盘 改成说我们直接接触 消费者去做销售 提高公司的获利 虽然透过中盘商 图家的主席 迈进加勒福 HOLA等通路 但随着习惯改变 使用主席的人减少 消费模式转变 7年级的图博明 致力跨境电商 更又把自家优势 发挥到极致 做客制化就是说 像你喜欢什么尺寸 或是什么车边 竹子的种类 我们都可以去帮你做客制化 提供别人做不到的那种服务 两代新手营运找出自我定位 客制化让他人无法仿效 只是放眼未来 还有更大难关等着克服 现在包括台湾的竹子 就几乎快买不到 尽量把商品一品化 富人产业继续凋零 努力将产品精致一品化 涂家人守着台湾唯一的竹席厂 或许很难找回往日荣景 但是两代起心 扭转竹席的视为命运 期盼编织出新的一片田 再来要带您看 这家传统皮革厂的故事了 一般来说传统的皮革工厂 总是会给人高污染的印象 但是有一个皮革二代 它叫做黄甲灯 它就将原本的工厂进行改革 专门打造出了无毒的皮革工厂 虽然成本花费提高了 但是团队花了一年半 研发出了独家的蚕丝牛皮 什么叫蚕丝牛皮呢 就是把蚕丝跟牛皮巧妙地合而为一 在原本比较生硬的牛皮材质里头 加了柔美的元素 它会有非常特殊的色泽跟特殊的花纹 而做出来的沙发更吸睛 还被中国阿里巴巴给看上 一块一块皮革 有质感灰墨色或耀眼金色 颜色多元 但拉近一点看仔细 上头的色泽纹路很不一样 这牛皮添加了独家秘辛 这些丝已经附着在皮上面 那可以算是最原始的状态 我们就是把蚕丝跟牛皮作为原始的结合 特殊纹路不规则的美感 原来是蚕丝宝宝所吐出来的丝 跟着镜头我们来到高雄 这一家皮革加工厂 蚕丝与牛皮巧妙结合 这可是全球唯一 什么东西可以跟现有的皮革 可以做结合 芽花的那种干燥花干燥树叶去做 表面下面会有空气残留 就是一个点线面的概念 面不行的话我们就改线 线就是丝 那丝就是蚕丝嘛 结合不同材料的跨媒材作法 将传统牛皮添心意 但有了点子 实行面却困难重重 光找到蚕丝在哪里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在网路上google 你是找不到蚕丝的产地 我最后是走到行政院农委会 那我打电话过去之后 他就说不用找了 全台湾就只剩下一家 光是招咬蚕场就费了一番功夫 但有了供货源又得克服取私过程 24小时人工监控 挪洞蚕的一栋路径 才能达到他想要的纹路 谈起自家蚕丝牛皮 满是自信 他是68年次的黄甲灯 皮革老厂的二代 却不愿互步自封 将黄昏产业注入新活水 税后盈余非常非常的少 可以说只有百分之一 对 那我那时候就重新思考 我们这产业如何 不要变成人家说的夕阳产业 不只是家里面的长辈 甚至是同业 同业间他们在讲 我就觉得说不太可能 不可能 停都没停过 然后尽量不要浪费材料 就是切齐平边 结构皮革已既有工法去做改变 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半 创造出蚕丝牛皮 我们会上到六七层 就是上得越多层 它的质感会越好 皮革自己做 皮剑制成也不假他人之手 一条龙产线确保品质 从牛脂身上取下的生皮端 就不加防腐剂 制成使用无毒药剂 要摆脱以往制革 高污染的形象 所以有的物质预热会挥发出来 它会有恶臭味 好 你们现在加热过 你帮我们看 你有没有闻到牛排的香味 这世界上最严格的 化学规范的国家 就在欧洲 在欧盟国家 尤其是德国 那我们的皮也一直符合 比如说他们的婴儿鞋 的一些化性的标准 我们以这样子 做德国婴儿鞋的化性标准 来做我们的产品 因为传统制革 脱皮加料等过程 会添加甲醛等有毒物质 反复高成本制革 要跟传统做出区别性 而加入蚕丝 让皮革化纹能更跳出来 功能性上也能加分 防手刮 指甲是刮不上它 防泼水 黄甲登说 他做的不是制造业 而是时尚产业 独到之鉴 让这MIT蚕丝皮革也红到国外去 第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个 通常是有画的 或是有某种类型的 或是有某种类型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而且是特别的 而且加上品牌的感觉 这些像是拉伯基尼 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的Tom 是他们长期合作的厂商 也走客制化订单 欧美地区客户不少 先前也打进日本市场 还曾在法国百货公司展售 更被阿里巴巴看上 短短三个月 做出静意业机 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不是正式的洽谈 他们是友人 我们这边看看 去当那种小密探这样子 去看看看完之后 他后来再出来 直接跟我们讲说 他想要带领我们的东西 在阿里巴巴上面 独一无二的蚕丝牛皮 虽然以独特性西目光 但能打长久战 才是最终目标 要媲美国际精品 就像我们信用卡的芯片一样 就是它是每一个 都是有特殊自己的号码 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号码 我们把它缝在这个内里 然后要出厂前 要上架之前 我们就扫过它的芯片 记录它的出厂时间 每个包包都有身份证 晶片一扫描 能查出专属资料 皮包时尚精品化 要培养品牌忠诚度 回购率 遇过很多国外的朋友 不管是德国 不管是意大利法国 甚至日本 日本是最常见的 还有韩国 他们在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 都是眼睛会被迷惑 皮歌老厂化为机 为转机 老产业新生的机会 正在萌芽 本土的史上设计持续发酵 走向世界舞台 欢迎回来 新动大未来节目现场 一说到烤玉米 您一定会想到 这个是台湾夜市 必备的人气小吃 台湾有一间 本土烤玉米品牌 从小摊贩 慢慢地扩大到 有200多家的加盟点 而且这还不够哦 在二代接班之后呢 改良了生产硬体 将烤玉米产量 提升了10倍以上 最佳台湾的烤玉米 还打通了澳洲通路 把台湾的烤玉米 直接送到海外 而下一个锁定的目标 就是要前进美国市场 这一根根浓郁酱汁 搭配微焦玉米的石油欢杯 是很多人心中的台湾味 或许这样的独特香气 已经升职成家乡记忆 在疫情之前 已经有台湾厂商 突破烤玉米制作号时 无法大量生产的限制 在海外开卖 一场油脂的思乡情绪 能够成为台湾第一家 出口烤玉米到澳洲销售的企业 其实是父子三人 花了30年持续努力的成果 从小这次不是很富裕的 就是穷小孩嘛 那就是一直有一个 立志的愿望就想当老板 有梦最美 胡秉年从年轻时期开始创业 做过餐厅 开过工厂 但统统失败 失败以后就去拜拜 念佛 也想说算了 你不要做了 心灰意冷之际 老天爷像是提醒自己不要放弃 好久不见的亲戚 给自己带来一个 从未想过的创业契机 一次过年聚会 在宜兰烤玉米的舅舅 愿意传承手艺 胡秉年选择到台中开疆辟土 担心台中人吃不惯宜兰口味 酱料配方再三调整 甚至还加入中药配方 经过两年努力 等到每天都能卖出50斤烤玉米 收支平衡 还有些赚头 胡秉年这才相信 自己终于成为一位创业老板 风响成真 在缝甲铁式站稳脚步后 胡秉年开始研究硬体 像工厂二楼就还保留许多早年设备 有筛选玉米种子的鼓风机 还有能够提升产量的秘密武器 专利烤玉米机 那工厅最重要的 太大也不行太小也不行 我师傅没有饶炸 我想要完全的话 它的炉子的那个火管子 火会不均匀 烤起来就会偏 胡秉年的专利设备 以瓦斯取代木炭明火 操作简单 烧烤时间也比传统做法 缩短一倍以上 再搭配独门口味 胡家烤玉米 很快就从夜市摊贩 转新成连锁加盟的经营模式 这个地方白白的地方 需要再补墙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圈那边 再做补墙 来 不错喔 OK喔 来这次来 只是在全台湾 有超过200家加盟据点后 人手不足 成为胡秉年最大压力 说服儿子加入经营团队 立刻成为当务之急 说一个就是留在家里帮我忙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出国练书这样子 但其实他只有给我一个选择 就是留在家里帮忙 因为他没有给我经缘 让我出国去念书 像是抱怨 又像是骄傲父亲的肯定 参与经营后 胡志凯先是透过 纸本资料数位化的过程 让老一辈员工接受新观念 接下来大砍实行十多年的 定价策略 准备轻装上阵 挑战电商市场 因为我们是农产品 那农产品就会有所谓的更小的规格 或是更大的规格 以前他们的尺寸就是从55元 以5块为单位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那个重量尺寸 跟长短分得太细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库存压力太复杂了 那这样我在销售上也会很难销售 所以我就把它给缩短1分之1的尺寸 我们只做55元 60元跟70元的尺寸 没想到改革迎来反弹声浪 尤其是向来支持自己的父亲 态度最为强烈 因为一提高标准 不合格数量就会增加 平均每天至少有超过5000元的玉米 会被淘汰 还没赚到钱 就要增加制作成本 正当两边意见坚持不下时 有便利商店看重烤玉米商机 主动上门想要在电商平台大量扑货 靠着新通路订单 大家这才确信 二代的改革是有力可图 不是空口说百话 这是60块的尺寸中支的 一支200克 就是要出全家 每个月要出1万支给它 减少品项方便管理 并不能满足超商需求 传统做法与人力 一天只能烤450支玉米 网路订单至少是10倍以上 胡志凯跟父亲当年一样 再次改良手烤设备 用隧道式电磁加热设计 大幅提升烤玉米速度 直接挑战5倍产能 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的转速可以控制 我们的炉子是一条隧道式的加热 进去隧道的时间跟速度 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所以我们可以依据每一匹玉米的水分不同 硬度不同 去调整我们的速度 让它可以更加均勻地受热 稳定供货成为国内最大烤玉米供应商后 有国外代理商看上胡甲烤玉米 2019年先是在澳洲试水温 口碑与回响都符合预期目标 接下来胡志凯会将目标锁定在 有更多华人基数的美国市场 如果顺利成功 年营业额有机会成长10倍以上 善用不同角度观察市场需求 国家父子党用专利设备 把在地美食变成话题商品 烤玉米也能小兵力大功 而台湾速食人口比例 也是全球第二高的仅次于印度 但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蔬菜 做出像是肉类的口感 还要做成像是海鲜的香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间速食大厂 它们的技术可是让许多国外买家 也都非常的惊艳 不论是美国牛的浓郁香气 还是日本和牛的入口即化 享受美食已经成为 现代人的生活态度 但根据经济学人的分析 素食主义成为选学 在美国有6%的人 认为自己是维典 但在2014年 只有1% 不只欧美国家 台湾吃素人口比例更高 仅次于印度全球排名第二 分析原因 健康与宗教信仰是传统因素 不当宰杀减少畜牧月 造成的环保污染 是社会层面的主要诉求 但能够让素食形成风潮 生物科技所带来的影响 才是关键 像这样的料理是很多 昏食者的最爱 但要是把时间往前 包装带上素这个字 清楚标示 狮子头不再是狮子头 而是借由生物科技 从植物变化而来 到进去之前都会先测量一下 生姜的温度 甲肉在美国人 他们的实验室来讲 又有称为人造肉 它是用干细胞去 在实验室组成的 可是那个成本在于 现在来讲相当的昂贵 可能它一公斤就要好几万台币 相较来讲植物肉就比较吃香 我们这个工厂通常都会生产 超过超过300种以上的产品 而每一件产品 它的温度都必须超过85度以上 主要有几种东西 一个是大豆蛋白 一个是小麦蛋白 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新一点 是豌豆蛋白 可能有些过敏源的 有些对大豆过敏的人 或是对小麦过敏的人 他们会想要用豌豆蛋白来做取代 它可以瞬间将90度高温的产品 在40分钟内降到我们的生产条件 -18度以下 有鱼 有肉 还有麦克鸡块 将近400种品项除了外型极可乱蒸 还能完整复制出熟悉的滋味 这就是Made in Taiwan最大的竞争力 通味就是使用一个叫做胺基酸这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猪肉的味道好了 它是由我们的蔬菜里面去提取出来 各个不同的胺基酸去组成 它也许有10种 20种 26种 30种 然后进而达到我们这个 能够很像是荤食的胺基酸的味道 因为我们需要肉像 有点像血色的味道 大豆蛋白组织它有分长 短 然后它有分柔软跟坚硬 那藉由它的不同的组成 练化成我吃到的东西 能够在素食潮流中脱颖而出 企业执行长陈俊玉分析 抓紧社会脉动提前布局 就是他们成功的五二法门 回忆三十年前 家族为在迪化街的南北货商行 因为父亲信奉佛教 全面改卖素食产品 为了要保存它的鲜度 所以用墓穴 没想到少了肉制品 生意开始一落千丈 面临经营压力 父母决定孤注一职 下重本引进日本素火腿 判业绩起死回生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这一支 很多人在我们家门市的门口排队 拿现金来买 一个月大概40个40区货柜 素火腿一卖就是30年 如今都还是店内人气商品 而当时则是促使陈俊玉父母 提前投资素肉加工事业 从单纯的经销商 跨足到上游制造产业 生意规模越来越大 开始需要更专业的管理制度 十年前交棒给第二代 由陈俊玉兄弟主导发展 比较按部就班来 那我发现台湾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们有时候喜欢跳着走 那跳着走的部分就是 比较不照SOP 就是看心情做事 看心情然后工作的情绪来做事情 然后觉得有些员工 他们是算是想要 夺走公司的一些资产 因为我们的产业 它是比较独门独到的 花了四年时间整合完内部问题 陈俊玉开始拓展国外市场 像德国这几年素食人口激增 只要是跟素食有关的展览 都人满为患 而陈俊玉就是靠着素虾 成功打进欧洲市场 成为当地最大的台湾供应商 我们会在德国 然后日本 然后英国 然后甚至于在印度 然后还有泰国开分公司 只是植物肉的研究成本太高 设备与技术动辄上益 再加上从小看到大的布袋系 都以挂牌上市 替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 这也让陈俊玉有了升级想法 希望借由IPO 进军资本市场 扩大整体影响力 全球肉类替代品市场 预计到2023年 将从目前的46亿 成长到64亿美元 掌握潮流就是掌握商机 台湾未来的新动力 等着我们继续发掘 新动大未来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院小婉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